剛剛我和蕭美琴已經正式登記參選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 我們意志堅定 充滿信心 特別是在蔡英文總統領導之下 全國人民共同有力 國際已經看到臺灣 國際已經信賴臺灣 國際也已經上架臺灣 我們兩個會竭盡所能 讓臺灣持續在穩健的路上 走入國際迎向未來 不走回一中的老路 剛剛我和蕭美琴已經正式登記參選 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副總統 我們意志堅定 充滿信心 敬請全國父老鄉親 頂力支持我們 讓我們再一次團結在一起 推動國家繼續在正確的路上 繼續前進 我和蕭美琴搭配參選 至少有三層特別的意義 第一 我們兩人都具有國家的使命來 一九九六年飛彈危機 我毅然決然追隨民主運動前輩的腳步 棄衣從政 二十七年來 我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過 守護臺灣的意志更加的堅定 蕭美琴 俄倫比亞大學畢業之後 就回到臺灣來 從基層做起 不管在哪一個位置 一步一腳印 奉獻給臺灣 他的心力 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臺灣滿滿的愛 我們兩個都深愛這塊土地 熱愛這個國家 我們也一定會竭盡所能 守護臺灣 促進民主 和平和繁榮 第二 我們兩人也代表了 信賴臺灣的國家方向 地緣政治的變化 臺灣的安全 以及印太的和平 是國際矚目的焦點 這一場選舉 全世界都在看 臺灣的人民 在信賴臺灣 讓臺灣在民主的道路上 繼續前進 以及 倚賴中國 走一宗原則的老路 走到中國的懷抱 到底要做如何選擇 我們兩人 就是代表 信賴臺灣的國家方向 特別是在 蔡英文總統領導之下 全國人民共同美麗 國際已經看到臺灣 國際已經信賴臺灣 國際也已經上架臺灣 我們兩個會接近所能 讓臺灣 持續在 穩健的路上 走入國際 迎向未來 不走回一中的老路 第三 我們兩個人也代表了 負責任 穩健執政的態度 我們兩個 經過二三十年的政治力量 我們有非常豐富的行政經驗 同時這兩年多來 我也集結了超過兩百位的專家學者 提出了國家希望工程 我們要打造 民主和平的臺灣 創新繁榮的臺灣 以及公益永續的臺灣 再加上 蔡英文總統這七年來的執政 我們不管是國安團隊 經濟發展的團隊 或是社會安全體系建制的團隊 都非常的豐富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兩個人代表的是 穩健執政的態度 臺灣必須要在穩健的路上 持續前進 臺灣經不起紛亂 臺灣也不能夠失業 我希望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 穩健的讓國家繼續進步 各位父老鄉親 在這一場重大的選舉當中 總統非常重要 副總統非常重要 敬請大家鼎立支持以外 國會過半也非常重要 這一次民進黨 不管是區域立委的提名 或是不分立委的提名 都是秉持跨黨派 跨世代 跨領域的原則 就是希望能夠結合 臺灣社會各界的民主力量 共同承擔這個重大的使命 因此我敬請人主的父老鄉親 在你的區域選舉裡面 能夠支持民進黨所推薦的優秀的人才 政黨票也能夠支持民主進步黨 讓總統賴清德 副總統蕭美清高票當選 讓民進黨國會能夠過半 讓國家更有力量 在正確的方向上 穩健前進大步向前 謝謝大家 我們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也跟各位朋友報告 我們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以及副總統候選人蕭美清 是我們第一組登記的政府總統三選人 一定可以一馬當先 高票當選 大家說對不對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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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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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對的人 賴清的路 吧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